待會會有字幕的需求 或者是你需要剪接影片 雖然Canva有剪接影片的基本功能 但是其實如果你要做比較複雜的 老實說還是不太夠 所以我們就搭配這個剪映 剪映其實就是抖映 抖映這家公司所出的影片剪接軟體 既然各位知道抖映 所以你就知道它也不會太差 應該說它可以做得很不錯 現在我們看一下 如果你剛剛已經下載好了 我來到這裡 我就把這個安裝起來 上面這個是為了方便它 就是那個字幕轉換成繁體充 因為畢竟這個是大陸的軟體 所以它一個優點是 它可以很輕鬆的 幫你把影片的文字 就是影片所提到的這些語音 直接轉成文字 但是因為它轉出來是簡體字 所以我們需要多一個工具 剛剛讓大家多下來這個 就是為了把它轉換成繁體字 這樣你在使用的時候會比較方便 好你看 它安裝不會太久 你看還蠻快的 之後我們現在來看一下地基體驗 在你的桌面上其實也會多出一個簡印 它軟體本身更新的速度還算蠻快的 也許大概就是一個月左右 可能就會有一些版本的微調 好等一下呢你就會看到它 好這位同學會下載我們的 就像這樣 有沒有進來了像這樣 那它本身有兩種 一個就是存在你的電腦裡面 一個是存在它的雲端 等於你要去註冊帳號 我建議各位 你就存在你的電腦就好 你就可以按這個 開始創作 這時候呢它就會打開 它完整的這個頁面 進來就是一個簡介軟體 來我把畫面還給各位 可以先把它安裝起來 打開它 現在呢我們馬上來看看要怎麼用 其實你看它的介面我先說明一下 第一個在這裡 這個就是你的素材 比如說你的影片啊 你的聲音啊 照片就丟這邊 好那右手邊這個就是播放 就是預覽的畫面 下面就是我們大家最常看到的時間軸 就是在這裡 所以它主要就這邊 那它的功能 你可以看到有沒有 就是這幾個 好來放大一點 你的影片 你的聲音你的文字 你的貼紙就是我們剛剛那種素材 你一些圖簿 有沒有看到我轉場 有濾鏡 好那它左下角這裡 左下角這邊 就會有相關的屬性 比如說你給它文字 這裡就有文字的屬性 給它聲音就會有聲音的 這樣了解了 所以介面不會太難 好那我們先把自己的影片 我先丟上去 像我這裡這一段是有錄聲音的 我就把它按著丟進來 有沒有 你可以直接丟上來 也可以丟這邊 意思都一樣 你如果丟這邊 只是先丟進來而已 有沒有 好進來了 然後呢 我如果還要這一段 我就再把它丟進來 好 你可以丟在它的後面 你如果是丟上面 就等於是重疊 等於說我有兩段影片是重疊 有沒有 就變成所謂的子母畫面 這樣了解 但是我這邊不需要 所以我就很單純 把它接在後面就好 那這中間的過程 中間跟我們剛剛一樣 如果你要做轉場 這裡就有轉場的效率 好 不過呢 它的這些轉場效率 你如果想要 必須要下載下來 也就是它先給你簡單一個預覽 有沒有 那你不管是文字的 或者是像那些圖庫 它都是你需要的時候再下載 這樣子 好 那我先不講這一塊 我們先講文字這裡 你看我點到文字 因為我們用這套軟體 最主要就是用它的什麼 智能字幕這個功能 但是我們要跟大家提醒一下 檢印畢竟是對岸的 所以它上面的這些 比如說你看文字不是有很多字體嗎 對不對 然後你看貼紙 會有很多的這些圖附 我必須跟各位講 包括它的音樂 很多都是沒有版權的 所以如果你要用在公開的場合 這個可能就不太適合 這樣了解了齁 所以你要找圖庫 免費的又沒有版權問題 我建議在CAMMA這樣找會比較OK 好 那我們先來看 我們的重點就在文字這邊 我就請它幫我做智能字幕 按下去 來你看 它就說誓別字幕 請按下去就好了 剩下的交給它 所以它會自動把你影片裡面的聲音抓出來 然後幫你傳送到雲端上去做辨識 那在檢印這一塊 它真的很厲害 就是說 尤其是中文這一塊 做得比Google還好 它的正確率 你看 我的字幕有沒有已經產生出來 在這裡 有沒有 因為說真的 如果你跟我一樣想當YouTuber的 字幕是一件很無聊 又很複躁的事情 可是又要做很久 這樣了解 好 來我們先Play一下 我們看看 好 各位同學大家好 有沒有看到 是不是簡體的 簡報設計 好 那這裡有幾個問題 第一個 顏色不太對 對吧 所以怎麼辦 用白色的怪怪的 它不清楚 你看我們右手邊 有沒有 這裡一改 是整個字幕都受影響 所以我點下去 有 看得比較清楚 大小你當然可以自己調 那我們先看一下 到這邊 現在看到紅色黃色的一塊 大家有沒有了解 有沒有感覺到 你的人就在左手邊 這樣 這樣可以嗎 所以字幕就變簡單了 好 剩下簡體轉 繁體的部分而已 當然你說有錯 你會改 當然可以啊 因為 即使它正確率再高 一定會有錯 就跟你平常聽同學 講話一樣 有時候很沒聽清楚 或者 它那個字 那個詞 有什麼 同音異字啊 都有可能 那怎麼辦 點到它 來你看我點到它之後 有沒有看到右手邊這裡 是不是就可以改了 對不對 那一般來講 因為你們是做履歷 你應該不會很高 也就是說你的字幕不會很多很多 所以我會建議 你就不要再用什麼字幕編輯軟體 以我來講我的會比較多 所以我可能會需要字幕編輯軟體 來一次批次的編輯比較快 但是各位的話你就點到一個 點到一個 點到一個 去改 這樣就好了 這樣有沒有了解 所以 像這樣子做好了 我這邊 檢驗 我就可以先關起來 因為呢 你在編輯的狀態 我們那個 減盤轉換的工具 會沒辦法用 所以 你看我這樣做好了 我把它關起來 關起來 好 我留在這邊就好了 留在這邊 那我們剛剛不是還有另外一個工具 是不是這個 現在我就來執行它 我現在就來執行它 點兩下 稍等它一下 它會自動去找我們檢驗的那些狀態 有沒有看到 我們現在找到一個 對不對 字幕它有先預覽一下 對 你就在這個地方 各位注意一下 點兩下滑鼠的左鍵 咚咚 有沒有滑出來了 轉換成TW 這個你會吧 按下去 轉換反成 有沒有變繁體的 就這麼簡單 所以 現在我重新進去囉 重新進這個專案 我們來看看 好 我們 來練一下 好 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們來跟大家介紹 有沒有變繁體中文的 簡報設計 這樣就可以接受吧 所以我介紹簡易的 最重要問題就是 你在上字幕 用它很快 但沒了解 有沒有感覺 你放的字幕有錯字 還是要改 就改 所以你就點到它 點進去 點到這個字 喔這裡有錯 就來這裡有沒有 這個內容 對對對 你可以改 當然可以改 好 如果做好了怎麼辦 因為要教作業的 請看右上角 有沒有導出 導出 導出 我們就可以直接變成 NP4 有沒有看到 核式是NP4 那位置 還要導明 你就自己改變一下 這樣可以吧 可以 所以你把影片的字幕 這種方式是把字幕 就壓在影片裡面 那如果你有需要 你有需要 欸老師他們需要 獨立的字幕檔 需要嗎 這樣就不用嘛 對不對 因為已經壓在裡面了 如果你還有需要 就是獨立字幕檔的話 其實 我們剛剛在這裡 不是點兩千嗎 都 有沒有看到 會出SRT 這個就是字幕檔 所以如果你想要 上傳到YouTube上 我就可以用這種 合適 也就是我的影片 不壓字幕 但是我在YouTube那邊 把我的字幕檔 傳上去 它一樣是自動對應 那這樣的好處是 我有需要的時候 可以把字幕打開 不需要的時候 可以把字幕關閉 那我們用現在 如果是壓在影片上的 就沒有這個功能 反正 字幕就是影片的一部分 如果你字幕有錯 就是重新改完再輸出一次 這樣有沒有了解 可以齁 來 所以我們現在 剩下的時間 就要交給各位了 OK 來 還給你